LINK ECHRANGE WEEK LINK ECHRANGE WEEK 有什麼發生呢? LINK ECHRANGE WEEK 有將港幣和美金和USD 兩者的幣值走向一樣 先看看 Market ECHRANGE WEEK HKD 相對於USD 就不是了 為什麼呢? 因為聯繫匯率 FIXED 只不過是Official Way 金管局和銀行之間的兌換率 不是市場 市場是任何移動的 這是聯繫匯率的特色 對任何貨幣都是 所以B都不適合 Market ECHRANGE WEEK 對任何貨幣是FIXED 都不適合 其實全部都是貨幣的聯繫匯率 在市場的角度 C HKD會DEPRECIATE 港元會貶值 Against Australian 如果US APPRECIATE 就不可以了 因為港幣和美金掛勾 所以港幣一定跟美金走 美金升值 港幣都應該升值 所以港幣都應該升值 所以港幣太小 所以港幣太小 好 接著到D HKDEPRECIATE 如果US APPRECIATE 就可以了 這個就向同一個方向 美元升值 對比日元 港幣都會對比日元升值 對比日元 好 對比日元 都會有個